民进党他上台以后呢 因为民进党他本身来讲 他的人才有限 那么他的年轻人呢 可以讲在学校也是不读书的 专搞学运 专门呢 联系去做 那这些人他参加政府官员考试 是考不上的 可是以前的长期以来呢 台湾呢 他分了一个就事务官跟政务官 事务官必须通过呢 整个政府的这个高考普考 然后去慢慢一步一步历练 能够达到呢 能够达到就是最高事务官的时候 那都是有三十年的这个经验 可是呢 民进党这些年轻人 他不能那个 民进党就破坏了台湾官场的体制 他不但增加 不断增加政务官的机构 所以这样子就是什么 让民进党的人能够进来 你说这个顾立雄跟王美花是夫妻党 你还没有看到妇女党 那苏贞昌跟他女儿是妇女党 那么现在还有妇子党 现在要派到美国的驻美副代表 是台湾社外部门首长吴钊燮的儿子 所以他不断增加政务官的名额 而且呢用人的时候呢 他不是用人为财 他是用人为亲 所以内举不必亲呢 现在变成民进党内举必须亲 那么必须亲 你是你是姻亲 你是不子 你是解经 甚至你是有很亲近的政治关系 这样呢 你才能够有这个希望 然后一些呢 真正呢 有违的这些事务官呢 他们呢会灰心失望 所以台湾的行政效率呢 必然是愈来愈低 每况愈下 至少